一張一張機車前輪的照片 仔細看 輪胎旁的煞車線 竟然遭人 惡意剪斷 車主是一名就讀附近學校的 正姓南大生 8號晚間大約6點半 剛從打工的地方回到租屋處 接著大約8點半起床 打算出門買晚餐 沒想到在發動機車時 發現手煞車失靈 他蹲下來檢查 才發現愛車的金屬煞車油管 被剪斷 機油也流了滿地 才短短兩個小時 煞車線就遭人剪斷 下面的油一直噴一直噴 我就往下看才發現說被剪斷 油管上面有被壓過兩次的痕跡 第一次好像可能是沒有剪斷 然後就被重力壓下去 然後後面第二次就是直接斷掉了 看到愛車被惡意毀損 正先生也在第一時間報警 不過附近並沒有監視器 警方還在持續掉月中 剛搬來這個租屋處不到半個月吧 然後也沒有接觸到什麼鄰居那些的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應該是有人惡意剪的吧 正先生強調機車改過排氣管和煞車線 但引擎跟動力都和原本的一樣 前陣子也才通過檢驗 不太可能會出現噪音污染 自己也不會補催油門製造噪音 也不知道到底是得罪了誰 煞車線被剪斷事小 但如果騎上路發生了事故 可能就會咬人命 之前也有那個機車的電池被拔了 我們還是會請派物所 然後會多加強巡查 里長表示附近住的大多是學生 過去也發生過摩托車被惡意破壞 但車主短短兩個小時就被剪斷煞車線 是蓄意謀殺還是隨機破壞 就等警方釐清真相 記者前如恆 陳以辱 新北採訪報導